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赵哥 近几年直播行业在网络上盛行 受众比例越来越大 因此诞生了很多大网红和主播 他们的一举一动被大家看在眼里 人生好的被大多数人力挺 赚的也是盆满钵满 反之万一被爆出黑料也瞬间凉凉 但有一种凉凉是被自己坑了 比如游戏领域的夹子哥,看片哥 今天网友们又出了新鲜词 口子哥,侮辱性极强 到底怎么回事呢,让小赵哥一一到来 最近大主播北木有好友正常开机上分 队伍中除了北木 还有口袋、手宝、阿戏和中单周语 北木玩的是打野篮 在游戏进行到20分钟时 游戏麦克风突然发出了一声女人的娇甩声 可以听得很缺席 随后在20分钟06秒再次发生更清晰的声音 相信有女朋友的都听过 而此声一出 北木和其他主播的直播间观众弹幕瞬间铺平 分分问题是什么声音 有的观众甚至直接打出了口子哥三个字 但离谱的是 大多数人把毛头都指向了北木 说当时北木并没有说话 意思是他在做不雅的事 这让北木百口难辨 谁有此事迅速在网上发酵 作为本人北木并没有逃避 而是立刻在直播间进行了腾情 也没有唏嘘删除回放 直播回放之所以没了 是虎牙平台给和谐删除的 他本人也提供了卫山视频的地址 这就说明北木深正不怕影子弯 事情发生后小赛哥也听了十几遍 并且看了助理剪辑当时几位直播间的片段合集 确实像北木所说 并不是只有他自己的直播间有这个声音 所以要问了为什么只黑北木呢 难道是人红是非多吗 因为平台的规则所限 视频中只能放画面 所谓不雅的声音 还得小伙伴们自己去搜一下 最后对于这件事 北木作为平台的顶流大主播 没有理由去干这种极其不靠谱 自毁虔诚的事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作为正常人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 北木也不会傻到开着卖座 所以此事想赖到他的头上 真的说不过去 至于声音怎么来的 在他的评论区也给出了各种说法 有可能是队友的鼻炎 也有可能是打游戏 除了汗戳戳的声音 所以请小伙伴们慎重吃瓜